如果你要切的话你看喔 其实我们这边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块 因为上面是不是就是选单啦 还有这些logo啦之类的 这样只有上下嘛 这个上面是头 那么 选单这边我会再做一个切割 对不对 选单这边再切开来 然后呢 这里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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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先给你做一个模拟 这样OK吗 那下面的话 这里我就可以再切一块 对不对 因为以后内容是放在这里 以后内容放在这边 这样有OK 当然你说上面这边要再怎么切 就随便你 只是说这一块 反正出去一整块也是可以的 好 那 你待我切好之后还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最佳化 因为我现在每 我这个切割 切出去之后啊 这里每一片 这个每一片 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图片 了解意思 都是一个图片 所以我可以针对每一块做最佳化 比如说上面这一块适合JPG 我就用JPG 那下面这一块可能适合GIF 我就用GIF 类似像这样子 好 那现在大概了解我们的一个 切割情形 我们来看它切割工具在哪里 切割工具在哪里 我把刀子在哪里 刀子在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切的 一个是什么 选的 刚才的料 飘起来 你可以去改变它 那怎么切比较好 我稍微把荧幕稍微 这个显示比例 重小一点 这样你比较好切 因为可以从外面切进来 你看我这样 框进来 有没有 放开 是不是就切一块了 你会发现在 它的左上角 就会产生一个 那个 那个编号 你这样是不是一切为二 所以你看下面它会自动在 再帮你产生一个02 好然后呢 你看我再来切 再切这边 再从这里 往这边切 哈 我要黏在一起 你如果没有黏在一起 中间的又切一块 对不对 有没有黏在一起 因为它预设的话 会有靠旗 有没有 这个应该预设你们会勾起来 所以它会像磁碟这样黏进去 会黏进去 好那这里我再切 如果你觉得这样 卡卡 就是你先把那个靠旗先关掉 或者你放大一点切 我刚那个大范围的已经切好了 我现在就可以把 显示比例再放大一点点来切 你如果没有切好 你会发现你的号码是不连续的 比如说我切给你看 我如果万一没有切准 从这边 我上面没有切准对不对 你看我这样一放开 3就变5 对不对 因为中间会多一块零四 这样了解了 好那我这个大家上台一下 一挤 它就变零四 因为上面没有了 所以我再切 再从这边切割 再从这边切割 其实我这里也没有对齐 你有发现吗 我这里没有对齐 为什么知道没有对齐 你可以 注意一下 当我切过来 这两边不等高 所以有没有多一条线下来 有没有 这个 你看跟旁边是不是不等高 就多一条线 如果是都等高的 你放心 它那个线就是过去而已 不会有一个掉下 你看这样是不是又没有 不等高 你就要把放大镜拿来用 真的不一样高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什么 你的选取 切片的选取工具 把它 往上 拉上来 你看这条线会自动消失掉 就插在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切得很不整齐 其实真的 后面会很麻烦 就这样高高低低的 高高低的 你看我这样把它弄掉 好现在我再缩小一点 有没有下面都不会 有那个 OK 那 人非圣贤 赎能无措 万里你切错了 又不承认 不是 切错了 然后你要 你可以把它沾掉 你可以用选取工具 点到它按Delete 这样OK吗 所以 这个 并不是真正把 就是说 去影响到我们 图层里面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切割而已 只是一个切割 所以 切错了 没有关系 你就重新再画一下 就好 那你也可以从 从这样切过上去 从这样切上去 反正能够切到就好了 这样 拉过来一点 可以吗 那你看看 如果你要确认 你就看一下编号 如果是连号的 可能 这支的开 12345678 有没有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颜色为什么跟编不一样 不是 是因为 蓝色的代表什么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人是在台 灰色的是 会自动帮你产生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一件事 灰色你不能调整 它的大小 你看 虽然它看起来像一个切片 对不对 但是你用这个 切片的选取工具 你看 你看我来点它 能不能选到它 选不到 因为那是它自动 把你补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刚刚有提过 表格能不能有多边形 不行 所以说你切到这里 那这边是必须要补起来 对不对 不然有变成一个凸字 所以它把你自动补进去 这样了解意思 这个你切好之后 我们就要到哪里 切到这边来 对不对 存为网页用 存为网页用 那你们一进来应该是在最佳化这边 在最佳化这边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 现在用这个切片选取工具 我点到它 你就可以针对它这一块做最佳化 那你觉得它应该用哪一种比较好 这个颜色多还是少 多少好像都有啦 就是这里有色块明显的 但是又有照片 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取色 你看我如果用GIF 你要注意一下下面 有没有 59.15K 如果我用JPG 有没有发现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 第1个你的考量可以从哪里去做 可以从 第1个 档案大小去做 第2个 你的考量要从哪里 档案大小 虽然是一个 指标但是 你要看它的品质 今天 品质 档案大小比较小 可是品质差 你要不要 不要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放大来看一下 JPG对这边处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你看一下这左左边的 看看这边有没有可以接受 你看 这样子 我先做 这个 这是JPG的 如果 我把它放大一点 你看这个边缘 它会变成 它边缘是会变这样 对不对 好如果用 GIF 有没有发现这边缘会比较锐利 好所以其实 JPG比较不擅长出 处理那种色块 GIF比较擅长出色块 那假设你 你看用GIF 这里处理很好 可是上面是不是处理比较差 你看我用JPG 也没有发现 它这就会变得比较 平均 好看起来会比较平均 会比较OK一点 所以这是 要看你的情形 那 通常如果有这种情形之下 我有时候会选择用 PNG PNG你看到它这有两种 对不对 一个8代表什么 2的8次方 2的8份上等于多少 256 所以有点像GIF那种感觉 PNG24就是 像JPG 但是PNG它有个好处 它处理 色块 处理这种 颜色多的 比如说漸层 都可以 这是它的优点 可是相对的 它的档案 有时候会比较大 你看我用 PNG24 也没PAN172K 所以可能要看你自己的决定 如果说你是 这个东西 一定要求品质要高 差的 我没有办法放 那么你就可以 考虑用 PNG 用PNG 那如果说 一般的 那你就自己 抉择一下 看你用GIF JPG 这样OK吗 好 一个处理好了 我就来再处理 第2个 这一块的话 哪一个比较适合 你看GIF 是不是3K 3.6 如果你是用JPG 也没有更小 也没发现 你不要想说整个网页 我一次要缩小多少 告诉各位 勤俭持家 巨砂成塔 对不对 你要一个一个慢慢减 慢慢减 找到正确格式 你就会发现 其实 整体下来 真的会小很多 好像 那这一张呢 这一张你看GIF 是1.75 如果你用 JPG 1.6 好像差不多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你看 JPG 我发现他对这种 处理就不太好 色块处理不是很好 对不对 你看用GIF 有没有觉得比较漂亮一点 真的是有差 真的有差 虽然他大0.1K 当然我会选择这一种 还要快 好那这个好的 其实 这边 这几个是不是都一样的情形 我可以按Shift 一个一个把它选起来 一次设定就好 GIF 我们刚刚是慢慢是做给各位看 平常 你有共同性的就一起设 比较快 那像这一块 请问要设什么 设快啊 对不对 就GIF 这个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那这一块 反正以后这一块是不要的 所以你有设没设都没关系 了解 如果OK了 你就可以按储存 储存 储存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麻烦你 是要储存 要不要我帮你把网页做好 网页跟影像 如果你是选择这个 网页跟图片都一并做好 那我们就先用这个 不过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是做网页 请你不要用中文 预设档名会跟我们的档案 就是图片的名称 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这个叫做 这样可以吗 Bike 那我就存到我的低潮 假设在这边 我把它储存 他说会有这个对不对 这是他中文化之后的问题 中文化之后问题 我们先不管 其实里面真的有一个中文 可是那个 你在这边设不到 我按确定 好出去 我们来看看 在我的 这个地方 低磁碟 上课 资料 有没有叫bike 那他图片放在这里 img 预设是放在img 资料夹 点开 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切的都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中文的 这个很奇怪 不该中文的地方 他把它中文化 好 其实这个英文叫 Space SPAC 这只是一个 一乘一像素的 一乘一像素 那没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真正打开这个网页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我们做好的档案就在里面了 这样OK吗 就变成网页了 当然这个滑过去现在是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设定 大致上了解 就是后面 Photoshop怎样做成网页吧 OK那就换你咯